我曾經在台灣出生的伊朗 我是資深但已經穩定的 遭遇症病友 我是一個比較愛操心的一個宅男老爸 我是Elroy 我目前就讀台師大興福系四年級 我就是一個會關心身心順利者 性健康跟情感關係的工作者 我的工作是在連結受傷的靈魂 那我是一個精神科醫師 同時也是一個陳藝房治科的醫師 來自伊朗的 重新在台灣出生的一個伊朗 我目前是就读清大心理智商所的学生 我是一位智商心理师 经浪者本身自我的功能可能比较不稳定 怎么懂得控制情绪的 他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担心精神疾病会影响相处的过程 然后也怕给伴侣带来负担 对于这个疾病的不认识 所以会有一些未知的恐惧 担心自己没有办法被一般人 或者是伴侣的家属所接受 被怀疑他们能够照顾好别人吗 跟怀疑自己会被爱吗 嗨 欢迎来到公司主题职业秀 我是插嘴边 今夜主题是 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 即将播出的纪录片叫做 The Merit Project 中文片名 婚姻计划 嗨嗨 是我插嘴边 婚姻计划是伊朗的纪录片 首都的黑兰南部的一间精神疗养院 进行了大胆的实验 就叫婚姻计划 所长在恩医师希望满足病患的亲密与性需求 计划让他们配对结婚 萨哈尔跟塞弗拉什疗养院里长期相恋的病患 他们很想加入计划 但被医师诊断不稳定 希望落空 甚至被院方强制分手 院内480位病患之中 初步评估适合结婚 有三男三女 院方对这六人互相表述爱意 又历经了一连串的评估后 院方计划让其中的马真与雷达成婚 马真与雷达约会后逐渐产生好感 两人愿意结婚 但马真家人坚决反对 认为婚姻只会造成更大麻烦 婚姻计划就此终止 今天的与谈人友 蔡荣裕 精神科医师 松德医院的心理治疗都道 她主张理想就像北极星 我们需要她 但人间要求不平 还是一步一步走 王婉裕 立法委员 她认为面对精神疾病 唯有透过更多的了解 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化解其事 污名也才能阻止下一个悲剧发生 邓慧文 精神科医师 她相信在支持与恐惧之间 我们永远需要对话来看到更多可能 邓医师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们欢迎蔡荣裕 王婉裕 邓慧文 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了这部纪录片 其实蔡医师当精神科医师三十年了 那我有二十几年了 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感动 因为慢性的精神病人 如果是机构化 住在机构里面 其实他们的婚姻恋爱权就没有了 就被剥夺了 那有一位医师 在文化那样保守的地方 做这样的计划 我不知道蔡医师在台湾 有任何院所有做这样的尝试 没有听过 也没有 王维言有听过这样子的尝试吗 虽然最后仍然没有人结婚 不知道有什么感想 我想毕竟因为国情和文化的不同 所以其实在台湾 在这个恋爱部分是比较自由的 而且是比较开放的情况下 我们好像不太能够像他们这样是把 他可以的配对 或是可以的选出来做这个婚姻的 故事婚姻的这个计划 所以我想这个 因为国情和文化的不同 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婚姻的想象 以及婚姻的理解 以及对于这个精神病患 是否能够有婚姻 可能都有蛮多不同的面向 可能需要讨论 那您会觉得精神病患 如果因为病情 他必须长期住在机构里面 你会认为他们结婚的需求 要被照顾吗 我比较支持是顺其发展的 因为他毕竟他这个情感上的依靠 或是说情感上的发展 其实跟他的疾病 并没有直接的相关 那过去 他们在里面 如果自然的发展 心头意合的情况下 情感是人类本来的需求 和生理反应之一 蔡医师 如果在那个慢性精神病房里面 病人有自然的情感发展 通常你们会怎么做 从以前到现在变化蛮大的 现在因为整个大概 村居自然 我相信理论上是比较政治正确的事情 就不会特别去阻止他们 对啊 就现在 在至少在我的復健病房 我们不会去干涉这些事情 不会特别去干涉 但是事情是比复杂 而且有时间在计谈 这中间会带来的效应 这个大概会比这个概念上 还复杂一些 就是 是 这的确是很复杂的问题 那在是看这个影片 整体的感觉是什么 蛮感动的 就看 尤其是他们被选对的那一组之后 到清真寺 然后到阳台上看着外面 才发现说 因为我就看那个视频在哪里 原来是在沙漠的中间 对 然后车子跑来跑去 谁可以在那边搓烟 然后没有铁窗 看着外面 觉得蛮感动的 在那种情境上 您说的那个画面是一个对于自由 然后没有被监禁的一个向往 一个象征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讨论的议题 会很多复杂层面 我们今天的公民 其实包括了好几位心理资商的专业人员 然后有我们资深的社公司 还有一对是其中太太 有精神方面的精脏的问题 然后夫妻来到现场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顾鹏老师 他担任我们今天的翻译 首先我想来请教一下两位 丸玉有提到 就是你会好奇 他们之所以要住在这里一辈子 是因为病都没有好 还是家人不愿意领回去 对 因为如果是以 蔡医师说的这个花莲的案子 她花莲的这个地方 她可能会分不同的状态 不是会一直关在里面 她有一些会回到社区 但是影片中看来这个哀伤之家 看起来好像是进去之后 你大概不太有离开这个院区的可能性 而且影片中也提到说 进去之后 就是他们的后半辈子都会在这边 所以很好奇说 这样子的文化 或者说这样子的原因 是什么造成的 在台湾如果状况稳定到可以结婚的人 几乎都会回到社区 还是他们有很多被留在 长期留在机构里面 回不去 出不去的 大的理想当然OK 回到社区 这是大家目前 大家不会去改变的想法 对 但是就每个个案 那个差异就蛮大的 我记得有很多的个案 其实他入院的时候 可能状况非常不好 像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马征 怎么样治疗可能比较稳定 但家人没有看到那个比较稳定 那即便是在台湾 也有很多这些人治疗以后改善了 但是家人不愿意再接纳 所以他们仍然停留在医院里面 甚至是会一辈子在机构里面 那他们有没有情感需求 我们院村很开放 院长很支持 只是我们的开放其实冒着很大的危险 你可以说说看那个危险吗 那危险 譬如说应该是开放式的 个案可以自由的走动 对 而且现在台湾社会的要求跟期待 那个落差蛮大的 你所谓的在住院中 你怎么可以这样走动 那个自由本身 我们讲起来都OK 但是事情上有事情发生之后 那个期待完全会不太一样 北部有一家医学中心之前有被罚过 因为他们的病房里面住院的男病人 跟女病人发生的性行为 所以应该是 我记得好像是女病人那边的家属 就对医院还有对男病人提告 那后来是判要罚的 照这样讲就是精神疾病的治疗机构 或者说慢性的收容机构 是有责任阻止他们谈恋爱了 如果怀孕的话就 就是天大的事 因为台湾家属还是蛮 各个好会 就是家属本身还是被呼吁蛮大的 重要的支持 或者不是支持是决定的力量 这就是事实 会让事情一直都有都存在 以我们角度来讲 这不是随便不管就会好 而是要后面很多的 内部作业的评估观察 这些事情就让他们变种了一样 所以变成很多直接要评估 有些小小的事情 可能底下要去处理 一些小冲突什么都会 可以完全不介入自由 也许可以 但是如果最后会弄到 譬如说再次化病或怎么样 那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大 我们角色他不可能让我们说 完全到那么自由 完全不管这些事情 这样又跟我们角色又不合 所以这中间是 的确有个落差 一个大的理想跟实情 我们做一个医生角色 这中间是有落差 刚才蔡醫師说很轻松的说 很自然的 他们可能会还是有情感 可是这旁边的工作人员 就有相当大的责任跟压力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片中 那个医师想要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她说本院所有同仁一致反对 如果有这个计划 大概会一致反对 王后院你想象当中 未来这个精神病患在机构里面的权益 比方您是立法委员 您特别关心精脏病人的一些权益跟需求 我特别想请教您是因为 您同时间能感受到社会上对他们的不安 那你会觉得这一块需要照顾吗 当然就像蔡醫師说的 就是可能会需要介入 那当然这个介入还有很多的智商 或是很多的协助 还有很多的评估 讨论等等 我想应该期待中 应该比较不会是这种很强制性的 要求他们配对或是不配对的情况 包括说我们之前也曾经访问过 文国士他的爸爸妈妈 也是在精神病院里面互相认识 相知相爱的 对 所以其实在台湾的部分 就我知道现在目前应该是没有 特别强制说完全不行 或者是说特别强制 他们要一起要有婚姻的计划 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做法 大家还是有自由发挥恋爱的空间 但是当然就是因为会造成 管理上的比较复杂的情况 所以会有一些协助 或者是说介入的情况 但是其实我认为这件事的出发点 是他们本来是被剥夺的 就是如果他们要长期 甚至终身住在机构里面 那不是说你去帮他婚配辅导 是去管他 而是他们本来的婚姻权被剥夺 没有人去管 基本上谈恋爱 病房也不能允许他们 有更亲密的关系 然后可能也没有人帮助他们 他们往结婚的路上走 他们就一辈子就待在那里了 再一次记得吗 那个评估医生问他说 是婚姻重要还是男人重要 他自己也很尴尬笑说婚姻重要 意思就是说反正不管架势 只要四个人让我可以生小孩 好像更重要 这好像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对婚姻的态度是不是 Ryu有没有那么成熟 可是好像很多人结婚也是这样吗 两位怎么看 其实比较好奇说在伊朗这边怎么看 因为其中有一对被医生评估说他们不适合 再继续在这个计划 是因为他只选择了一个人 可以当成结婚的对象 不是每一个人都好 所以反而会变得很奇怪 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 遇到一个适合的人 我们才会想进入结婚 但是以这影片中 陈述好像是他如果想结婚 他应该要每个人都好 忘记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提到说他一生后来觉得他不适合 这继续这个计划 就是因为他只他没有办法选择不同的人 就是有一个他坚持只要跟那个女生结婚 可是那个女生他只要跟那个医生结婚 是 我相信他们在做评估会有其他的周边的信息 那现在所以他问题是他现在只是被访问 所以讲出那个内容 但是我相信以我们的工作精神 大概不会为那个内容作为真正核心的一个 一个判断基础 那意思说他应该有更为专业的一个判断 应该是还有其他混杂起来 只是因为他会问的会回答那个内容 是因为有个目标 有个目标 这个要做什么 所以他大概选这个说法会跟那个目标 要比较近 要或不要 但是我相信整体上应该是会 不太可能 为了一个答案就做决定 我想应该不太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在场的各位公民朋友们 好不好 你们看这影片 觉得这一个计划很值得去推动 还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太冒险了 还有有没有哪一位有看法 廖社公 是 廖社公我先介绍一下 您是这个伊甸活泉之家的工作人员 对不对 您对于慢性精神病人应该也有很多接触的经验吗 是 我觉得要先推动的是让人们怎么去学会性别交往 但是精神病人在很早期我觉得污名跟各种社会剥夺之下 是他很缺少机会去跟别人建立关系 所以如果回到是说 像我觉得整个影片 我觉得是有点对我来讲有点粗鲁 有点跳得太快是 怎么从还没有交往直接进入到欢迎关系 为什么是这样子大幅度的跳 中间应该有一些关系怎么维持 跟遇到冲突的怎么均硬 我觉得这里面有些教育的东西可以去做 我相信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台湾 民众一定不支持 那不支持可能会说什么 他们根本不会照顾自己 然后跟他们怎么有能力去维持婚姻 所以这件事看起来结果是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呼吁台湾的事情是 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比方说CRPD生应该权力公约 在谈的就是性跟婚姻 那甚至在丹麦其实有所谓的性指导员 他们的政策跟工作方法里面就放了 那我们台湾社会怎么面对 如果有这样的权利 我们认为他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 那我们怎么透过政策或者资源 去支持他们去达到 所以我觉得不见得要马上谈到婚姻计划 而是每个人怎么去有机会享受亲密 享受性 是 我非常同意廖社工的看法 我想你刚刚讲的就是 那个婉育委员他刚提到过好几次 就是可能文化上有不同 因为那个好像在他们的文化里面 你如果没有结婚这个前提认证 很难有太多交往的空间 这个可能我们现场那个 等一下要帮我们当翻译的这个顾鹏老师 应该就有了解 那个顾老师是正大的教伊朗文的 波斯文 波斯文的老师 那个您是伊朗人吗 我想请教您刚刚听我们这样讨论 你觉得是不是那边的文化很特别 所以没有什么说辅导他们谈恋爱这种事情 就是要就是谈婚姻呢 伊朗跟其他的中东国家 大概有大同小异的文化 因为受到伊斯兰的影响的关系 当然可以说伊朗的那个文化跟台湾是非常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伊斯兰的影响 就是很多受到宗教影响的 基督宗教啊 犹太教啊 在关系方面限制比较多的 在台湾如果这个辽阳院 辽阳院 对 说不定他们不会做这个计划 因为台湾的人 就是可以比较自由的谈恋爱 甚至可以有性性味的关系 可以有这个经验的 可是在伊朗那个限制比较多的 基本上男女孩子不应该有身体的关系 连握手也不行 拥抱更不行 所以在外面谈恋爱有一点困难 如果牵手拥抱会怎么样 三十年以前四十年以前 警察有权力抓你 因为那个时候伊朗那个伊斯兰革命刚成功的 然后我们那个老百姓充满了很多的 那个伊斯兰的感觉 可是年轻人出来了 然后受到那个不同的文化的影响 你可以说开放的 社会开放的 可能比较保守的人会说社会退步了 从哪一个角度看有不同的 可能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是今天在德海兰的路上 谈恋爱中的男女手牵手 警察会来抓吗 今天跟三十年以前的差别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警察面对 一天大概五六个人 现在人数多到警察 没办法抓 警察也不太喜欢的 可是那个针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是那个角度没有看到的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刚才王委员讲的确是重点 那我们也试着跟他本人讨论一下 到底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什么国情上的不同 那我们就请这个工作人员帮忙我们 我们来跟医师连线 哈啰 医师你好 是 我们很感动您有这样子的计划 刚才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讨论 首先我想请教您 对于那些在哀伤之家的病人 他们这辈子没有机会结婚 您个人是不是觉得 有特别的同情跟特别的 一个情感上的关怀 所以您想要发起这样的计划 是 或是 对于 医生疗人 因此 应该是 对于医生疗人 因此 几乎 与医生疗人 相反人 有什么 对于医生疗人 因此 多了 互相反人 一も 互相反人 是 互相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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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互相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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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你説,肯定是一幕并且是一幕 standpoint vão政黨中飾有利用的効率 都那僅是控制防疫物底部 thể Use Small Vie 那些人物保持這大 scream 啊現在會遊說 這位於美國州最慌 sabe 這位民體的會對他們的人 是否照樣要臉 或者保護病警 看似它保管管理製的選擇 吃都要犯羽毛羹 而且因为有关关系的关系和关系的关系 我们确定我们在关系中的关系 而是我们的关系中的关系 让我们有关关系的关系 那么我想请问医师 在推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影片里面有看到您的同事们 好像很多都是反对的 当然他们有讲一些表面上反对的原因 可是我想问您觉得他们真正抗拒 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实际上的关系 我们在实际上也在实际上的关系 我们有这种经历的经历 之前有了解释的关系 例如在病院的病院 或者在病院的教育 我们在实际上和社区的关系 或者在社区的关系 我们在实际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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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主席民们 製作人 所以说我们在实际上的关系 未来有些人在分析 我们在敌制作人 我们在社区的关系 建立新做法 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在实际上给你们 我们有很多人 比语手里面禁止 所以油論亦款 子 ولvan 均告訴他 她的 平台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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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正确的 我并不想让你这些设计连续 有几个电视剧 我们有几个电视剧 两年时间来到达成 最终的工作 我们没有同意 没有同意 但他们有同意 让我们在这些发展 联系会 我们接下来会请 蔡医师跟王委员 来问问题 不过在这之前 我知道两位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事情 简单的问一下 那个片中的那个马真 他最后要父亲的同意 才可以结婚 这是因为他的精神疾病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 法律上行为能力 还是所有在那个国家的 成年女性结婚 都要父亲签名同意 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行为能力 是 王委员有没有什么 想要请教医师的 在台湾可能因为会有些人 比较稳定 有些人比较严重 那严重的可能会住到 一个地方去 住到机构里面去 像健身病院 但是可能比较轻微的 可能会在社区当中 做协助 或者是做在家庭里面 那在伊朗是怎么样的情况 是大部分人得到 精神病的时候 都会见到这样的机构吗 还是说他们也会 有不同的样态 给《遥运多的全社区 Windsor》 どうぞ 那些大富補给了重新的疾病 我们的唯一这种科学 真的有这种种植核对于法庭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的 但如果我们冠出了 各种植核 screen 还是包于这种植核 或者说 最后有问题请蔡医师来提议 你好 我是我蔡医师 我在公家医院精神科的医院 工作了三十四年 那很高兴看到你 但我很好奇的是说 我在后面的十年的病房 大概是有点像你刚刚提到的 是中间的那三分之一的案例 那你刚刚讲的那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大致也是我们这边 在隐藏工作上的判断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大概是没有你讲的 那个部分的那么困难的案例 但我很好奇的是说 你怎么样定义这一次 你的计划 这个问题的计划本身 你会定义它是一个失败吗 我计划本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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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逢了 那均冥划本身材 或者去找到了 作用棕科材 把以后 having to fix 谢谢 拜拜 völlig 蔡醫師 臺灣的那個慢性精神病人 有這麼樣完整的一個系統嗎 一直在 一直是有 你覺得執行的怎麼樣 執行 我覺得是應該 我目前我是覺得還好 我個人的判斷上來講 我覺得還好意思是說 當然會有一直有進步的空間 在照顧的Quality上面來講 但是是的確會是他 因為這部影片我一看了 我看的是說他照了那些人四五百人 那其他的三四百人在哪裡 都沒有入鏡頭 對 那表示什麼 扣扣扣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在敲門 要出來 對 那些 所以表示他剛剛講的 就比較清楚 他照顧的是最後那三分之一 狀況最嚴重的三分之一 那是存在的 所以要講 要講怎麼照顧 最多還是要看 最困難的是那個 底線那三分之一 那我個人是比較幸運 因為照顧在醫院裡面都是照顧 大概中間的那三分之一 會比較有希望一些的感覺上 那不然再做後面 這不是那麼容易 整個團隊要相當相當的 tough 要這樣讓他堅強 臺灣的慢性精神病人的權益 或者說他們的復健之路 還有什麼可以更好的地方嗎 社區是對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做社區 是絕對是更花錢 更花人 那我擔心的是 一開始有理想講社區 當沒有錢的時候 大概就會檢測這些事情 這個在其他國家都發生過 那這樣的結果是原本的那三分之一 最困難的那三分之一 就會被忽略掉 因為社區喊了很大聲之後 預設他那三分之一 最後三分之一 也應該要可以在社 在社會上生存 但是坦白講不算容易 如果沒有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機構 但因為現在講機構 應該有放回來說 現在其實是沒有必要用六十年代的機構的概念 來看現在的機構 因為現在的機構不是那時候的機構 已經不同了 但是現在大家顛倒看 用現在的 用當年的社區看現在社區 用當年的那個機構看現在的機構 完全顛倒 完全顛倒 都藉我來講 第一件我們在工作 其實就是最後病人 還是會比較吃虧 因為在社會化之 社區化之下 最後那三分之一 很容易被犧牲掉 因為最後這三分之一 是不可能適合我們想像的那種離開機構 所以最後變成他們其實反而會被忽略 那王委員 其實有很多 不管是團體或是機構 其實都會去找您表達 他們的一些期待跟需求 那你覺得像剛剛 我們可以再多做些什麼 或您本身會有意願在幫忙些什麼 就我進到立法院之後 看到很多國家的資源 包括說經費或人力 很容易用在比較偏醫療端的部分 偏醫療端 對 那真的比較嚴重的 就是現在在討論 是不是要有司法健身病院的存在 以及說比較輕微的這段人 然後回到社區當中的支持系統是什麼 其實這邊我看起來是比較缺乏的 所以我很希望這部分都是能夠 一脈的銜接起來 其實才有機會分級分流 您剛剛提到治療看起來還蠻有成效 然後也有一點支持的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最容易接觸到的 那如果是比較 好像已經回到社區的 可能也正常在工作的 有沒有人在注意他有沒有服藥有沒有復發 或有沒有什麼困難 這個也容易被忽略 最好的容易被忽略 最差的也容易被忽略 那這個東西在處理上 如果更具體的講 這兩端需要什麼 後端社區上的部分 就其實比較多需要協助到 比如說社政衛政相關的部分 因為現在比較偏醫療體系 在協助處理就是就醫服藥的部分 那偏到社區端其實比較少看到 因為包括說剛剛提到說可能還要更多的練習他們的自立生活的部分 比如說他能不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能不能讓自己穩定服藥 然後觀察到自己的情況 然後回到職場上去 這段協助其實現在看起來是比較缺乏的 那比較嚴重的部分就是在 假設他已經放下了司法相關的行為的話 那我們怎麼樣在後端能夠做處遇 其實也是需要一起來努力的 可能剛剛講的三分之一是不必 是你剛剛提到那些犯罪要到司法 應該說比較嚴重 那是另外的 另外的部分 那後面的商機他指的跟我們經驗指的 其實是就算給藥物給治療 他的能力 狀況還是進步有限 但是他並不必然會有一些犯法的行為 這個會不太一樣 不過有注意到那個剛才在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的廖社工有話要說 來來 您剛剛聽到什麼 在台灣一樣會有進入到所謂的復健 然後包括人技上面或者工作技能 甚至會有居住的服務 我們都說有了 可是我們不會去看細節 比方說在台灣有將近20萬的零有重大傷病卡的精神病人 但是只有4.9%的人有精神復健的機構可以去 所以都很少很少的資源 所以能夠回歸社區的人 他回到社區 大部分還是沒有復健 然後甚至就業上面 因為精神病人如果他要得到 可能他訓練三分之很好了 可是他得到就要去就業 當他又因為精神疾病無影 不去領精神障礙的 聲音障礙手冊的時候 他是不會得到就業支持的 因為社政 毀症 勞政 各自有自己的標準 所以就算我狀況好了 可是我還是需要支持就業的話 我還是得不到 在整個精神疾病的治療 跟精神健康 是在衛福部的預算 只有千分之一跟千分之三 這整個台灣非常不夠重視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有 而是有到哪裡 跟他的品質到底是如何 因為其實有些職種有一個統計 社區關於訪事員 他平均能夠在案量是5.7個月 支持一個人這麼短的時間 所以他可能就回到社區 就結案的 然後沒有支持的人 就回到醫院了 所以這整個系統 沒有運作靈光有很大的問題 他剛剛說的這個慢性精神疾病 零有重大傷病卡的 我這邊手上拿到的數據 是17萬多人 就將近你剛剛說的 但是大家知道我們現在 可以住在醫院或是機構裡面 其實就是三萬多人 包括全日住院床位 跟住宿型的精神復健機構 還有精神護理之家 就有床位的 大概就只有三萬多 所以可以說你要用白話講 就是沒有關在一個地方 問題是社區有沒有接住 那對一般民眾來講 大家也會知道 例如說王委員常常有發言 有表達對於那個 整個社會安全網的考量 這中間就有一個重疊 是社區的民眾會很在意說 好那出來 可是這些人有沒有被接住 有沒有被照顧住 這的確是有很多問題 可是預算要增加的話 就要有大家有全民的共識 對不對 我們來聽聽看 我們的這個廖醫師嗎 大家好 關於剛剛講 從醫院端到社區端 其實從整個醫療的精神科的團隊 其實做很多事情是怎麼樣 讓個案回到社區 那比如說他早上下午來 他晚上可以回家的 我們會試著讓他去 所謂的日間病房 那在這邊有一些活動 有一些教育的或是復健的 那像剛剛講的Halfway House 可能這種中文翻譯叫做康復之家 他像一個宿舍 晚上的時候住 早上你要去工作 或是你要待在宿舍裡面都可以 那甚至他們會一些人際的互動 人際的團體裡面可以煮飯 可以有一些大家一起上課的機會 那甚至如果像剛剛講 如果更糟或是狀況比較多的 可能就是長期在慢性病房 或是治療性的社區 或甚至沒有辦法自理的 養護之家照顧的系統 各個我猜應該都有 可是就像剛剛大家提到的量 可能或是真的可以及時的去幫助的 可能還是有一些銜接上的困難 那更何況 剛剛還有完全沒有提到 還有勞證 大家要怎麼樣讓這些個案 可以有職訊值的介入 然後可以一起去讓個案離開了醫院 他可以有一些工作的機會 或甚至是支持性的工作 或是有一些監督性的工作 其實都對個案來說是很大的一個 附件的潛能 那可以幫他們的部分 那個我們心理師也有意見 來那個心理師 因為我現在的工作 滿多是在社區中 跟身心障礙者談性健康這個主題 那不論剛剛醫師或是社工講的 其實從醫院端一直到社區端 根據我們今天看的這個紀錄片 我們都會發現 其實在台灣 身心障礙者關注性健康 或者是親密關係 其實是從醫院到社區都沒有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性健康看待成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應該在醫院端的時候 就會譬如說問他睡得好嗎 吃得好嗎 應該會問他說 你有沒有人陪伴你 你的心需求有沒有被滿足 應該是這樣子的問 這樣把性一般化之後 我們才能從醫院一直到社區 都可以支持他 但獨獨就是 因為我以前在大概五年前的時候 在精神科工作過 面對這種議題就是兩種 兩個男生女生碰在一起 我們叫做不當兩性互動 可是如果兩個人發生性行為 我們就要異常事件 所以如果我們從這種管理的角度 來看待性 他當然就沒有辦法有支持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要呼應這個影片 然後呼應社區支持這個觀點 如果我們要正確看待性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從醫院到社區 大家都要理解 性就是一個需求 那我們要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它 特別是經常者 他們在抱怨自己性健康上 最大的一個 最常聽到的抱怨就是 他身邊的醫療人員 社工 家庭 面對他的親密關係 都是哀莫能助 這是讓他們覺得最挫折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剛剛也看到 在管理的階段 蔡醫師一開始講的 談戀愛或性的需求很自然 可是為了要有這個自然 後面要有多少人 要願意付出幫忙 這個是羅心理師 羅心理師是我們諮商心理師 全聯會的副理事長 我想今天這個影片 其實讓我看起來很有感覺 就像是因為我平常也在做很多婚姻家族治療的部分 那好像就像是說 大家或是我們的社會 把這一群人看成是沒有功能 像小孩一樣 然後要進到婚姻或談戀愛 當然這個影片有它文化的脈絡 那在我們台灣的脈絡 談戀愛這件事情 大家在談戀愛的過程 會有很多人去干預 你要怎麼談戀愛 或者是在學校談戀愛 或者是在醫院談戀愛的話 會好像說不可以牽手 或不可以怎麼樣 就這個東西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個就是 就是一層污名的感覺 就像我們台灣來說 結婚也會有很多條件的 我就算是一般人 我要結婚 我一樣會按照 剛剛那樣子的一個影片裡面 可能我的家世背景 我的經濟能力 或者我到底喜歡男生 我還是喜歡女生 這都很有可能 會成為婚姻的一個障礙 我覺得還是回到一個 很根本性的 就是對這個所謂 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醫療界來說 這是一個疾病 這是一個診斷 所以它有一個診斷後 應該要處癒的一個方式 但其實在世界各國 已經有非常多 開始去從不同的角度 來看待精神疾病 或者重新去建構 這整個系統的狀態 那那個對我來說 那可能才是台灣 真的應該全面去檢視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看待 這一些人 而不是從一個 他就是一個病人 然後我們可以給他 怎麼樣更好的東西 但你的大前提 還是他是一個病人 他應該被關起來 他應該被約束 他應該不能有這個 不能有那個 那那個對我來說 那個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謝謝 是 我今天覺得特別想要讓大家看看 我們其實現場有這個公民來賓 這個是嚕哩貓 嚕哩貓自己是有精神疾病 對不對 重大傷病卡的 而且沒有被關起來的 你是在社區當中 對 你是在自己生活當中 一年多前結了婚對不對 對 是 你的新生也在我們現場 這是Oliver 他們兩對是夫妻 就是說你有這個精神疾病 你好像是 診斷是 是躁鬱症 是躁鬱症嘛 那你覺得你在發病 或者說在治療那段期間 你有擔心過說 會不會因為這個精神疾病 我就沒有辦法結婚 或我可能沒有辦法談戀愛嗎 我是十幾年前發作 然後那時候最嚴重的就是六年 後來就是已經長時間 都蠻穩定的 所以我跟我先生交往 那個時候我也都是 已經是整比較穩定的狀態 其實自己的幸福 還是可以靠自己去創造 但是也許會走得比一般人辛苦 會走得比一般人久 但是要相信自己還是值得被愛的 一定要相信自己這一點 是Oliver 你跟這個太太認識的時候 知道她之前有躁鬱症 然後領有重大傷病卡 這些狀況嗎 交往初期她就一開始就跟我 坦誠不公這樣 所以當下我也自己也被震驚了 為什麼有人這麼勇敢 因為如果是我的話 可能到了某個階段之後 才可能會去 慢慢的去講出這樣的事實 而不是一見面就說 我就是有狀況 那你願意接受我嗎 可能一開始一般人 就可能就先被嚇跑了這樣 那是什麼讓你留下來 沒有被嚇跑 跟我的想法不一樣 因為她能夠在自己已經是病友的狀況下 卻還能再去關心其他病友 這點讓我很感動 因為我自己也想過說 如果我是有這樣的狀況的人的話 先讓我自己能夠在正常生活下 能夠保有一切 這是我的第一藥物 但是我的老婆她卻願意在這 她自己有狀況的情況下 還能夠去想到其他的病友 並去協助他們 這讓我非常感動這樣 太太有過病情比較嚴重的時候嗎 有在發病嗎 就是她可能會在情緒上會波動 可能會比一般人大一點 但所以我會覺得說就是 這可能就是一個夫妻的吵架而已 只是說她情緒可能會相對變 波動比較大這樣 蘆梨毛你會不會跟先生講 因為我的這個病情 你也要了解啊 我萬一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協助我對待我 就是我跟她開始交往之後 我就寫了一本躁鬱症說明手冊 特別的主動的去跟她說明我的狀況 然後我可能症狀發作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那我也有主動告訴她說 如果我狀況不穩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怎麼樣傾聽陪伴 因為我覺得傾聽陪伴 其實並不是人與生俱來的技能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學習 那我是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老公願意跟我學這一套 傾聽陪伴的法門 所以在我真的就是一年之中 還是會有少數幾次狀況 真的比較不穩定 那我先生就會跟我說 你別怕我都在你身邊 那我都願意陪伴你這樣子 並不會像影片當中 有些工作人員說 婚姻會讓你的病情惡化 對你來講婚姻是支持 我自己的精神科醫師 他就是婚姻諮商的專家 他自己都說 就是良好的婚姻關係 其實是對病情是有正向的作用的 然後我也真的從我的婚姻裡面 見證了這個狀況 就是說當我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先生也願意傾聽陪伴的時候 我真的心裡就會比較安定 是 非常謝謝你們來跟我們現身說法 那麼在場的其他幾位來賓 對於今天的討論內容 有沒有你們特別的想法 這是Elroy 目前是學生嗎 對我現在是師大幸福系大師的學生 那其實剛剛聽到很多就是前輩或是師傅工作者們的想法 其實我內心也很有感觸 因為其實剛剛大家提到很多實際的問題 但是我想今天就是在這裡 大家聚在這裡其實就是為了要更理解這個議題 那我想怎麼樣把這個倡議讓更多的社會上更多人知道 大眾也知道這件事情的重要性 而不是總覺得說精神疾患的人都是他者 都把他們秉斥在外 自詩為正常人跟有精神疾患的人之間 我們可以建立某一種連結 我想是從刻意忽視他們 然後摒棄他們到開始建立那個連結開始 我想這個是我自己也會很努力 也很期待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 謝謝你 我們還有一位還沒有說話的這個嘉玲 也是學生 大家好 我是親大心之所學生 然後我現在就是在了解 就是關於精臟者家屬污名化的議題 那剛剛影片中其實我們也看到 就是那一對很希望可以結婚的伴侶們 其實他們遇到很大的困難 是家屬並沒有辦法接住他們 或是支持他們 甚至是承受社會可能帶給他們的眼光 那同樣的狀況 那台灣其實也很容易會發生 所以其實我很想要就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家屬們他承受的污名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就是我們要去改善社會的眼光之外 我們是不是能夠更實質的給家屬們幫助 而不是只是設政給很多錢 或是給可能就是一些健保上的幫助 而是可以給他們足夠的社會支持 我相信這是很重要 也是我很想要讓大家知道的 是 最後我來請教一下 蔡醫師對於台灣的這個精神病患 您服務了大半輩子這個族群 你目前有沒有什麼想法 想要呼籲大家可以對待他們更加的貼心一點 我相信我現在知道的 在群組裡面有王維瑩的出現 這個是我現在對健康醫師 這坦白話 我想這終於有人願意去好好正視這個問題去談 但是一個一個任何的理想 任何的理想我相信都是要很多的過程 包括剛剛有人提到說一些理想或概念或所謂自由 但是有時候推到底的話就是變少數人有自由 真正要困難的 就還是會很困難 所以但是我樂於是說有大家的包括這個節目本身 或者王維瑩繼續的支持 精神黑醫師跟精神病 我想這很重要 是 技術上的問題 如果大家關心的話 自然會有對每個環節有他的專業的考量 那王維瑩對於這些精臟的權益 以及跟社會大家關切的平衡 可以跟我們說說你目前的一些計畫 或下一步的想法嗎 其實我覺得還是在於說 不論是在政府端的這些醫療的資源 或是說社區端的協助等等 然後以及說一般民眾對於精神病患的認知 其實都需要在大力推進 因為剛剛其實有先生說法 其實就很清楚知道說 其實精神病患 精神病 其他就是一種疾病 如果對他夠理解的時候 其實就有機會面對他 包括說情感部分也是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情況 另外也願意協助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一起邁向更好的狀況 那我覺得這其實就如同任何一種疾病一樣 比如說我可能有高血壓 我可能會有心臟病 夫妻之間其實也要足夠認知之後 才有辦法一起協助互相努力 那如果我們有機會更加理解 其實他可能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這麼可怕 或是這麼的不穩定 其實是有機會因為瞭解之後 給予足夠的協助之後 邁向更好的狀態 是的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如果我們把任何一個疾病的標籤 貼在一群人的身上 那麼很多問題都會被忽略掉 我想還是回到人的本質 跟每一個個人的狀況 那當然這個細緻的處理 也需要所有的人都願意付出更多的愛心 謝謝大家今天參與我們的討論 也謝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謝謝雨潭人 鄧惠文 蔡榮譽 王婉譽 酒味公民情等等喔 請留下來談談你們的關口感想喔 像我們自己的案件當中的 這個被告也是行為人 他其實當初也是因為有情感上的需求 甚至是有性行為上的需求 開始有這樣子的幻想 然後認為說他有傳統接待的前提下 他可能需要殺了一個小女孩之後 才有這樣子的機會 我其實是覺得我是很樂意去談的 也因為包括說我自己過去 其實在事情發生之前 我對精神障礙者其實也不夠了解 也會覺得害怕 那我覺得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更希望怎麼樣補起 這樣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或是怎麼樣透過各方面的資源協力之後 避免這樣的憾事再發生 平常要好好照顧好自己 然後按時服藥 那慢慢的做一些自我提升 我相信也會有越來越多人 可以感受到 我們都是可以好好的過生活 在家裡我的老婆都會幫我照顧小孩 甚至就是因為她有這方面的狀況 所以她會特別去注意這方面 精神品德方面能夠有所進展跟突破 那我們怎麼去讓人在這個地方能夠 讓自己感覺到被愛 我覺得這件事是每個人都想要的 可以不再把情境障礙者視為他者 那我們一起去努力創造一個 可以讓所有人都好好生活的一個社會 我覺得精神障礙者的生活 其實跟我們沒有不一樣 他一樣跟我們有愛的需求 然後一樣跟我們真實的在生活裡面 想要追尋自己的歸屬感 所以他們很需要我們每個人的關注跟重視 對視頻 updated 每個人的躍鬱 我們影片下載 lights 有猜想表示 我們 都 ident 趁